场边坐着一位特殊的球迷在观看新疆队赛前的训练 这一刻他与他喜欢的球星是近距离的 新疆男篮让全疆各族人民团结在这一块场地上 大家热爱着新疆男篮 他说他最喜欢的球星是阿布图沙拉木 阿布图沙拉木与他相拥 并且接到他的传球上篮 谁说CBA的球队没有温情 这就是CBA的人文关怀 篮球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这已经不是新疆队做出的第一次人文关怀活动了 此前他们就给到即将做手术的壮壮 全队一起卢VCR 为壮壮加油 希望他手术成功 能够成功的战胜病魔 米艾利和吴冠希还特地代表球队前往医院 去看望即将手术的壮壮 为壮壮打气 给壮壮带来最争执的关怀 给壮壮新疆全队签名的球医 让壮壮摸新疆二字 告诉壮壮这是新疆队的球医 等你康复了我们邀请你去现场看比赛 祝你早日康复还特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就是新疆队真真切切做出的事情 这绝对不是作秀 这是用心去回馈社会 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喜欢这支球队 而这支球队也会用自己的行动去回馈这个社会 尤其是这些特殊的球迷 当我们真正的做到互相的关爱 互相传递温暖的时候 相信很多事情都能够让我们去战胜它 这是体育最美的样子 体育不仅代表着场上的竞技 体育还能鼓舞人心 消除隔阂 新疆队也不是CBA唯一一家有人文关怀的俱乐部 此前辽宁队的主场就邀请来了特殊的球迷 吴中华 郭艾伦为他送上亲笔签名的球衣 全场球迷在现场为吴中华掐游 希望他继续努力 CBA球队的这些行为让比赛变得更加有意义 打破外界对于CBA球员 各个都是大盘这样的谣言 你看我们的联赛多有爱